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 今天见证历史的一天 台股再创历史新高 收盘占上了23500点的大关 站稳咯 当然我想今天 全部的股民一定都会在讨论的是 台积电真的来到1000块了 下半年才开始没几天 台积电就登顶1000元 是不是已经把明年的份涨到今年来 那接下来台积电要端出什么菜 可以激励股民继续买下去呢 这就要靠今天三位来宾好好的做分析了 好来欢迎他们 第一位是国宝级的技术线型大师 杜金龙杜大师 好很开心啊 杜大师从买菜前买台积电 解定存买台积电 终于我们一起见证到台积电上1000块了 今天杜大师会带来他独家的EVA计算数哦 之前其实在节目也跟大家介绍过 台积电有机会经过这样的计算来到1200块 但话说的容易 现在台积电1000块以上 每跳动一次是5块钱 要好几亿才拉得动 等一下杜大师告诉您 要什么样的条件 台积电可以继续往上涨 那加权指数呢 之前讲的25258 莫非真的要来了 好另外还要关心F4里面 鸿海广达联发科 有没有机会也一起跟着补涨上去呢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报价天王 幸福哥 幸福哥今天也有独家哦 独家来告诉你台积电涨什么 当然是7月18号的法说会 大家现在满满的期待 所以等一下幸福哥会告诉您 法说会要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当然提早已经泄露的是明年的资本支出 全市场都非常非常的看重 有机会到380亿美元以上 好设备股涨成一片 但您知道吗 台积电已经红到日本去了哦 整个日本的半导体供应链 现在也全面大涨大复活 有机会投资到日本的半导体吗 等一下来教您了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选股教练维泰 好维泰呢今天是来关心大家的 呼呼大家秀秀大家怎么讲 因为虽然今天台股只是创新高 但最近有好多除息的大股票 却还是呈现贴席的状态 维泰告诉您哦 如果你喜欢右下角的好股 现在还很多耶 而且大户比大家更是货 已经提早布局了 今天世界现金贴席 联电还在贴席 好中美金创建这些好股票 大户在吃货 我们千万别错过 好首先有请杜大师 赵娃好 好杜大师 今天有缘在同一台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一起见证台积电的一千块钱 没有错 我们一定是有不一样的缘分 我记得上次突破18619的时候 我是认为 这重新算嘛 12629的时候 乘以两倍258 那时候离那个 一万九是还很远 想不到一下 就会剩下大概一千多点 那我们看一下 那整个目前态势就是说 美国刚好昨天那个会办 那个Nestate跟会 那个标普 标普 串历史新高了 所以我们台股 台积电的AD大涨 那今天就台积电把它 整个盘是把它拉上来 尤其最主要是赵娃讲的一千块 所谓一千块 就是说我们以前在股票市场 有一个伦理 有的人到500 那500以下的人就往上带 那台积电现在上一千块 那底下的那些没有 这个四五百的 就会往上面去带 这个叫伦理 就是说这个龙头 把全部的股价平均往上带 就是有这个好的一个 伦理道德 那再来今天最主要就是 看报纸大概都是台积电 他的制程像这个 从以前COAS 那现在INFO 目前今天报纸大概都是 SOIC 这个制程有让他抢到这个单子 而且在7月18号有法收会 而且预测说他法收会的营收 会成长大概14% 那因为六月份的营收还没有公布 所以会比一起来得好 那小兵这边有做一个张忠谋生日 要过生日了 7月16号 我们记得他要不要像管达 林白李这样做生日那一天 长领版 7月10号 巨蟹座的爷爷 对 那现在我们来讲台积电上一千块 我们跟他讲 刚才赵好久 他现在如果 那个一档五块钱 大概我们讲四十点好了 那做期货的人就比较皮皮错了 因为以前你那个价差有没有 大概只有几块 那现在五点 四十几点就比较多 所以他今天一开盘 往右上一千块的话 整个大盘都一条线 那中间没有错 看很多大单往上面敲 五块钱 五块钱上来 那今天还好他把它收到 那个一千零五块 那就是正式 代表说我们的富国神山是 前景股 第十九周前景股 那整个台湾的股票 股价就会往上跳大幅提高 那这个整个高价股章上来以后 就会有带动的一个作用 四万作用 就是我们台股 现在多头气温非常浓厚 好 尤其是杜大师以前有个名言 不能卖台积电 卖台积电就是民族罪人 没有错 因为以前我在大法自营商 卖自营 大法自营商股票 就等于以前 我们那个党营事业 党产通什么 所以我才有这一计划 那现在他占你一千块了 所以还扣天扣 我们估的 因为我们在这边有估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EPS乘以贫义比 那一般来讲 现在金人的贫义比 大概EPS大概40块 明年53块 昨天有一个外商就估 未来5年 那个台积电的EPS 估到多少你知道吗 多少 估到80块 80 这个5年 而且是外资 外资 不是我估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用台湾62人的贫义比 平均20倍 那你这样估的话 80乘以20倍 就是很简单 就比这个一千块还是很高 就是他很乐观 买了钢子 那另外我们上次在这个节目 有讲EVA EVA帮他复习一下 对对 这台湾 19年前就开始算了 经济附加价值表 那他是用贫义比 还来得难 他是估未来5年 还有6年以后的一个获利 把它折算回来 那当时我们估的就是 1223 现在看起来一千块 好像很快 资价两百多块 所以现在已经上上千 一千块 那就看整个盘是这个出生段 走到哪边 那台积电涨的话 大盘一定会跟得涨 而且现在影响的点数 越来越大 那上次也有讲到 对不对 李奥纳多 对 被波南希 对对对 他一直在等着 可能有转折的机会 但台积电气势如虹 对 好像不会转折的感觉 怎么看呢 没有啦 总是涨多 我们一直讲12629 那涨两倍 就是2528 现在好像很快 剩下一千多点 而且现在只要天天 涨300点以下 因为昨天也290几 今天也300多 因为现在点数越涨越多了 越涨越快 对 而且你靠台积电 那目前他又串新高了 今天又串新高 在这个高点 那也是一样 就是说他在21隔月 有串波段高点 那我们也上次有讲过 我说以前有两次 从这个21隔月的话 他们都是涨111% 那我们今天大概涨85% 如果说你再上去 如果说台积电再继续涨 你当然会顶到这个 110%就是25258 那相对这个超买的现象还在 所以我们稍微还是要提款他 就在乐观当中 你也是在这个两倍 等他过25258 我们再来重新 前世我们整个盘势 那目前今天非常好 整个盘势 这个跳空上来 把这个化解掉 6月20号的压力期化解掉 那大家早上起来很简单 你只要看标普 跟那个nestake 他们有没有再串新高 如果有的话 那台股就比较好 因为像他目前 汇半好像差一点点 那道琼是比较弱势的 所以今天盘势 价量都还不错 所以整个 而且外资今天也买台股 那其实外资买台股 我们一直比较concern 是说他那个期后 今天加空 加空 还是25000多 所以他有做多 买线后的话 可是他还是保留一手 那人家说 外资这一次也被嘎了 就是整个盘势 都在多头的一个架构当中 不过外资的工具很多 我们真的不要担心 小资族做对方向 比较重要 好那情况今天也很强 对他 那个要法收费的 下礼拜 下礼拜 他今天够的2895 有一个好处 因为他这一阵子 大盘在左高的话 你看我这边有写 288多这条平台 有没有 都在这边 过不去 那今天盘中有过 虽然有拉回 又出大量 那他只要有过这个平台 就海阔天空了 因为每次大一关 大盘再涨到最后 他有时候都会 急拉上来 那外资的目标价 把它提高到 这个3560块 所以来讲的话 看他营收公布的话 有没有比较好 那这个EPS 有没有做一个修正 所以说我们大概 大力光 今天这个K线 已经在告诉你 他也稍微 您这长那么多 我也想要出头一下 这是大力光的一个座 而且I16 苹果一上修出货的预期 要出一亿支 大力光是他主要的 供应商机 对 那联花科的话 这一次 现在我们现在 除息的话 都有一个叫 倒除息 缓除息 就说除息前 除息前跌 前跌一段 除息后 就开始填钱 就像红海今天一样 所以联花科 这几天 大概就是人家认为 有这样 那他因为 一月四澳 有除了二十几块 这一次是三十几块 那今天平盘 在这边做整理 会不会是说 他先拉下来以后 再做填血的动作 那他有一个 local的研究员 把他联花科目标价 估只有1530 他那时候已经到1500块 估1530的话 很保守 所以来讲的话 我就说 不可能那么保守 你看到 怎么估 联花科最低点 171块 那以前那个 红海也大概有十倍数 所以1710 乘以十倍 直接给他十倍 对对 因为我们台股十倍速化化 经常有这个现象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 红海一样 就是说你从最低价 估到这个170 所以大概不久以后 你会看到 N2N就会估 红 联花科的 木价价 1700 大概是 因为你这个大盘 已经到这边 你只有1500嘛 那这个 我们大概用这个技术温西 去跟他估 大概以这个目标价 所以我目标价 我稍微把它提高上来一下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红海 红海今天补涨了 今天补涨 因为他也是一样 他五块钱 五块多的话 那天先得六块 得到两百零多 他守住两百块 那晚又今天差一块钱 因为他那天出息 的话是216 差一块钱 就开始填息 那这里面的话 我们刚才有讲 再往你看一下 我们会估十倍 三十六年前 红海三十七点五 成立十倍多少 三七五 三七五 三七五等一下 他好乖 所以有一个外资 本来红海 他不是说估两百 后来估二七 估二七五 后来直接说 红海的目标价三七五 你也不要养人救援 你看线图都知道 大膜是不是 我不知道 三五几还是三七几 三七五 就是一块钱也没有差 那这个就是他的历史型高 那其实我们看现行 因为他以前整金 这边有三百块 所以理论上 他应该先估三百 先估三百 再估三七五 那另外来讲的话 你看他的EPS 你这十四块钱的EPS 要到三百 三百七十五 稍微比较迟一点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大盘二十一倍左右 那除非红海EPS 晚上调高到十六块 十七块 那他就会到三百到三百七十五 所以这支股票 他现在很漂亮 他突破完以后 都锁住两百块左右 那现在这个先拉回 又开始要填钱 那他理论上应该会过 因为他过完这个上市那个低档 一三四点五 就还扣天空了 其实外资也很伤脑筋 如果你调高的目标价没有很远 就一下子就到了 但是你弄得很远呢 那你接下来这段时间也没事做 我告诉你 我们以前的经验 外资只要串历史新高 就把历史新高成立一点二倍 等他一点二倍告完以后 再乘以一点二倍 都是这样的 就是没有像这一次 直接跳到三百七十五 那我们现在管他 管他变来 他突破完以后 那一天到三三一 那互邦正研究部 就把他EPS估为明年十八块 目标叫估多少你知道吗 四百块 四百块 你看一下 我们大法在民国八十八年的 一月十八号 IPO就是四百零一 好 给大家看一下 四百零一 四百零一的IPO价格 我在大法 所以这个四百块 大家记得 因为他过完以后 他上次过了这个三一六 有没有 所以目标下下一次四百 如果四百过完以后 下一次这个更高 那这个EPS我晚上调高 这是互邦前个礼拜的 研究报告 四百 四百 他估一块钱都没有差 所以他现在这边做休息 他这一支股票都是 每次突破一个金卡 完以后就在那边盘着 等那个大盘 要休息的话 他就拉一支 大概是这个 所以整个 投信上是有在卖 他大概慢慢的增高 只是我们local 估的那个目标价 大概是在四百块 好 每次都请杜大师 帮大家讲F4的状况 刚刚有特别提到 如果台积电站上一千块 站稳的话 应该全部都有机会 网上再调一次目标价 对不对 那今天还加入了大力光 大力光也是有机会的一个成员 F5啦 对 好 这边非常谢谢杜金龙 杜大师